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传统粉针排骨 首先我们把排骨开出来去浓骨 然后我们这个排骨中间还给它切一下 这样子更容易入味 你们可能很好奇我这个要炸个炸 明确给大家说 今天我们有个同事过生日 我要给它做一个粉针排骨 生日蛋糕 就在这里泡起 紧接着我们要把荷叶搅了 泡了一圈子就好搅了 现在刚合适这个荷叶这样把水发起 这样子它就不容易烂了 垫到底下 垫到下头 排骨吸干一把水倒 来就好 这个是刚才这个龙瓜的开成啥炸的 这是我们的粉针料 一包料一百克 可以蒸一斤到斤半肉 我们这是牛筋排骨 用四包料干合适 我们的粉针料一把水加够 油加够就要的了 具体炸出的以前有视频 大家可以找一下 这个我们加的是生菜油 其实我们四川人说的生菜油 菜油我给大家带出的都是素的 菜子不炒它炸出的到油 对不对 其实它都是素的 等它链子泡一下 抹一下 让这个粉子吸水 给它做个湿把 你看腌了十分钟以后 它水就收进去了 因为米要吸水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窄过的龙瓜 这边边瓜瓜放到底下这个 我就吃这个炸炸 我们员工就吃梗的 明天的瘦型 这一片直接铺上去 来 水开以后上笼 整一个小时 这一块上去 盖上盖子 整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关火 渐渐气气的时候 到了 底下还有一笼 是我的 撒点葱花再 来 我这东西 拿点 来 太伙来 你给柳柳花拿过去 来 拿住点起 要的 来 我来上一坨 好香 八十百 过来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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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来来来 生日快乐 还是酸个奔奔 要有意思感 要对 来 算吧 太香了 比蛋糕都香